哎媳妇你觉得从许家会开到那个花侨大概要多长时间 一个半小时啊 嗨大家好我是以圣 今天我要打算跟我媳妇一起去花侨看房呢 然后今天也给大家整体上记录一下 从许家会这边开车到花侨收费站 看看总体要多长时间 好我们现在看一下时间3点56 然后我们看一下现在我们所得的位置 这是在天耀桥路上 然后前面是永新房 其实也就是靠近许家会美游城大概100米左右嘛 就是我们从这个地方出发看看大概多久到 大家看一下我们下午出发时间 就知道我们小廖口真的是没有规划好计划对吧 都4点多钟下午去看房能看上廖山 其实我们是计划今天晚上在花侨住一晚 然后顺便晚上拍一下花侨各个小区路住的一个情况 给大家看也是给我们自己看 然后明天整体一天再去看看各个楼盘 然后差不多我们就定下来了 这个天耀桥路很长而且是单行的 所以也比较堵一些 花的时间可能会稍微长一些 大家看一下现在上海春天 哇塞这个树都长得嫩呀特别美 好基本上到了天耀桥路这边尽头 然后我们要右拐往中山南二路上高架 好右拐了 然后上那个高架 这是内环高架 好我们现在已经上到内环高架了 大家看一下高架上周末下午4点钟左右 这个拥堵情况 看一下现在就非常通畅了 基本上是畅通无俗的 这车都是建许非常大 然后今天上海阴天吧 就清明节期间周末都是阴天天气不是特别好 待会我们也可以看看花强那边的气候怎么样 然后其实跟大家说一下 从徐家会到花强主要分为4段路 第一段路就是刚才前面的天耀桥路上 那段路可能稍微会躲一些 天耀桥路转上来以后 其实就是上的内环高架 内环高架到那个普陀的一个叫做板球港那边下去 然后就进入到地面路段了 地面路段然后再走一段路 其实就到高速路段 总共这是4段 待会我会一一给大家看一下 那现在我们进入到第二路段吧 然后这块是稍微堵的 这是通往虹桥机场那边的一个高架 就我对上海的高架不是特别懂 也不知道叫什么名字 这块经常都会堵个5分钟左右 好 这边马上来到金刷江路了 然后我们即将记录到我们的第三个路段 就是地面路段 从这边下去金刷江路下来 这一块因为是交汇口 所以通常要等一会儿 我们看一下现在是4点18 就相当于我们花了将近20分钟左右吧 然后把两个路段走完 接下来到地面路段 接下来我们要左转 然后大家看一下这是上海市中心最大的一个商场 环球港 然后这边左转进入到金刹江路 然后现在进入到金刷江路 这道路上晚上特别漂亮 因为你看一下这树上装了很多这种霓虹灯 所以晚上正在这边拍照非常漂亮的 上次我们就往这边路过 本来想说停一下来 但是没不方便停车 好金刷江路过来以后 然后我们要右转进入到大渡河路 大渡河路估计走个5分钟吧 估计啊这边大渡河路 好像在修地铁了 这边将来应该会很返转 然后这周边有房子 并且能长很多 好现在已经4点29了 已经即将进入到第四个路段 这边是马上往这边左转就要上高速了 那这边已经等了好长时间了 好现在左转我们进入高速的路段 看这里显示是吉尔吉斯啊 好前面就上高速了 但是真的是望眼欲穿 因为这路上之后还是不少的 前面就是江桥收费站 通过这里去到花桥 到现在时间是4点41 相当于50分钟左右 从许家会到江桥收费站 好我们现在过收费站 好我们终于上高速了 哇现在是飞快 高速路上的最高水速120了 所以我们现在速度还可以 好经过十多分钟的高速路 你看哈我们已经要到花桥了 马上这边就要转到花桥的通道 看一下其实那边有一条通道的 去苏州的吧应该是 然后我们往这边 然后去了花桥 然后这边是安提 所以其实这三个路插口 中间这个是去花桥的 然后这边看一下 现在这边左边又是苏州 然后这边又是去花桥 所以花桥其实一直是有小道通往花桥的 看这条小道 然后前面要转一个非常大的弯 哎转弯的 看一下这前面是阿里巴巴的电子商务城 然后这边过去下面就是下高速的 好大家看到没收费站 一看这收费站 大家就看到就是好多房地上的广告 好出收费站大家看一下 哇这就是花桥 我刚才给大家看了一路的情况还有时间 我们大概算了一下 就从徐家会到花桥的收费站 刚刚好一个小时 现在4点58 59对吧 整体上还是相对会比较通畅的 所以如果你有车的话 我觉得博尔之木开开车 或者平时下班晚一点点 应该速度会比较快 所以如果在花桥买房 这样的路程和中转 你能接受吗 大家到花桥的收费站 其实你要到你住的地方 这样的路程还是比较长的 那接下来我待会下一个视频 我也给大家看一看 整体花桥的情况 我是余胜 我们下个视频见 拜拜 拜拜 拜拜